由温哥华艺术文化界人士 麒麗合版的春节静老团拜佳宴 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 由最初的五个团体合版 80多位长者参加 发展到今年超过了20个团体齐心协力 与360多位长者共同热闹温馨聚餐 汇聚了越来越多的热心人士 在此期间也把静老爱老的中华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同时 先怀感恩前辈打拼的美好基础与环境 领后辈从中学习和传承 家人当中高棚满座 场面热闹飞 大家既由新年迎金珠的心情 也穿起了色彩鲜艳的故事 硬撑的现场也一片兵分 文革华艺术文化界静老团拜 筹委会主席陈书雄介绍道 每年新春之际都会举办家人活动 招待年龄在70岁以上的长者深受欢迎 今年除夕的艺术文化团体 包括书画界 文学诗词界 华艺退伍军人 艺能表演界和社区领袖等 大会还集合了来自热心人士捐献的奖品 回馈道场的艺术前辈 每一份礼品都包含了美好的寓意 把福气 健康和快乐与每一个人分享 与此同时 舞台上还上演了来自文艺界老中青三代 线上的精彩表演 令大家一饱口福的同时也大饱眼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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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